欢迎收看2019年最后一期的天下纵横台 2019年一转眼就过去时间要到2020年了 在2020年要来的同时 你是不是已经做好2020年的开年计划了呢 在我的天下纵横台当中邀请到了两位非常要好的好朋友 跟我们讨论一下2020年新年新计划到底有什么 首先为各位介绍的是非常著名的演员主持编导作家 Everything于一生的杨阳 Sylvia杨阳你好 Terry你好 我真的是太感谢你的介绍了 接着为各位介绍的也是我的好朋友 他的名字叫做Jimmy Jimmy你好 你好 你好 Sylvia你好 Yangyang 好久不见 一年一次 一年一次可是现在又到2019年的年尾了 2020年应该每年都有新计划吧 是的 因为熟悉我们的观众 或者是熟悉看过我跟Sylvia一起做节目的观众 都知道我们每一年的第一个礼拜六礼拜天 都会上演我们中美华人戏剧联盟制作的年度大戏 那今年的当然也是 还是每年一步 今天我们的第四部大戏马上就要来咯 第四部大戏就是引婚男女是一个报效喜剧 而且也是讲给很多年轻人看的 我们这次主要的观众可能是30到45岁 你也指他是不是你君米你是不是就是其中的那一种 你是引婚男女吗 主要讲的是这个我们的女主角希望来到一个更高级的公司 那这个高级公司呢我就是老板我定的这个规矩来我们公司上班一定要单身 一定要潜规则吗 一定要单身 除了单身之外呢 就是 还有其他条件吗老板 除了单身之外呢就是可以对于我个人的寻找真爱的路比较顺遂 所以其实只是图例您自己啊老板 其实可以这样讲 你的这个引婚男女这一出剧啊 真的是为君米良真定作吗 还是只是他正好来应征而已 他正好很适合我们这个戏的剧本里边的老板 我们这个戏其实是一个很成熟的剧本 这个是来自北京李柏南导演工作室 在国内已经上演了1500多场了 然后他的票房已经超过了千万 对所以因为这个戏在中国他的导演是有中国话剧界冯小刚之称的李柏南 对所以等于我们这次是把一个非常成熟的剧本 然后拿到了我们中美华人戏剧联盟来演 当然我们做了一些比较接地气的改编 但是我们还基本上是符合援助的 那君米呢因为他是很有那种老板的风范 然后也要很帅 因为我们戏里老板也是一个海归人士 要很有洋范 非常有洋范 对然后又很年轻 然后又很优秀 所以呢 Jimmy也是我们中美华人戏剧联盟的老演员 他已经在我们这边已经三年了 所以这一次也是应该是Jimmy最重要的一个角色 在三年里面他担当了最重要的一个角色 很厉害耶 Jimmy 三年里面就可以当上老板 人家爬30年都爬不了耶 爬不到老板的位置 是不是因为杨阳姐多多提拔你的关系 对 基本上今天刚刚我们中美华人戏剧联盟的盟主 这么夸玩我 对于这个角色我应该无法拒绝 但是最吸引我的还是看了剧本 看了剧本之后我觉得说 哇这个剧本写的真的很搞笑 真的很可爱 然后把一个ABC所谓回中国这个当老板的一些矛盾啊挫折 其实是有两国的这个冲突感的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说我想挑战一下这个角色 很多在台下看戏的人应该都会感同身受吧 是 因为就像刚才盟主 我们的武林盟主跟Jimmy讲到的 因为在台下的人都是在美国的华人 所以在美华人都可以感受到 其实美国生活跟在中国生活 真的是有地域上跟生活上的差异心的 对其实我们在梳理这个剧本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直接从北京拿过来的剧本 我们在梳理的时候也发现遇到了很多 意识形态上的问题 像在美国的各个大公司 他们不会有隐婚的这种要求 而且他们是很尊重就是说夫妻之间的关系 像如果老公出差 他们甚至会安排超过两个星期 会安排老婆一起去跟他们出差 对所以在美国的公司是非常的人性化 所以我们就只能就是说我们把这个现象 这种这种现象演给大家看 但是我相信啊就是说在各个国家 或者各个地区 虽然说没有说这种隐婚的这种明文规定 对但是我相信其实在很多公司 他还是觉得就是说单身人士 或者是一些没有家庭太多负担的这些人士 可能对于老板来讲 他更加愿意把各种各样的好机会 或者各种各样的重任交给这些 没有这些负担的 家庭包袱 对所以说其实这个是一个 虽然说在美国可能没有明文规定 但是他也是潜意识里 是潜规则里 是潜规则里 其实也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觉得很有一个现实意义 是是是 所以Jimmy 你准备这个角色准备了多久 今年的角色准备的有点辛苦 就是一开始 台词特多吗 台词特多 台词特多 调度特别多 那我们作为演员的话 一开始要去了解这个人的个性 并不是我在演我自己 虽然我们的 你确定吗 我们的盟主说说我很适合这个角色 才把剧本发给我 但是我不能把我自己演在舞台上 我要去理解这个老板 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地步 他为什么要去表现这样的动作 或者是心情的一个揣测 所以来来回回 其实也是很多老师帮忙 然后帮我去寻找到一个定位 这样子让我在舞台上发挥的更自然的 准备了真的多久 seriously 大概多久 我们其实排练有两百个小时 有啊 我们排练好久以前就开始排练了 对 而且我记得 那时候订了剧本之后 你还要选角 对对 你有个角色征选 角色征选完了之后 还是要开始排练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而且我们今年是一个 真的是跨历史意义的一个 就是在洛杉矶地区 我们是四组演员 所以每一场都是不同的演员 每一场都是不同的演员 对 那你们这样每一组演员 都排了至少两百多个小时以上 就是我们大家 偷偷在一起排了两百个小时以上 但是我们今年就是因为我们四 因为今年我们来应聘的演员非常的多 然后好的演员也非常的多 就是让我们就觉得 没法拒绝 没有办法拒绝 因为我们这次的影婚男女角色只有六个 每一场戏只有六个角色 所以就如果真的是只要两组演员 我们就觉得真的是会流失掉很多的好演员 所以我们这次是四组演员 但是排练听的时间还是两百个小时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演员 我们在下面就是大家吃小灶的情况就很多 就经常是一组的演员要聚在一起 然后就来琢磨这个戏 然后来排练这个戏 影婚男女对您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最大的挑战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对人物的揣测 因为地域不同水土不服 我们要试着想办法说把这个剧本里的角色演出来 第二个最难的应该可能就是我们有一场的裸戏 这个我们男主角有 这个有看点了非常有看点 1月4日5日对不对 然后对于我最难的是有一场吻戏 所以等一下等一下 这个不是影婚男女吗 你确定是影婚男女又有裸戏又有吻戏 所以对您来说最难的内部是裸戏是吗 是要减肥 是要减肥不是要裸 因为裸不能裸得不好看嘛 要裸得可以欣赏的程度 那吻呢又不能真吻 但是又不能吻的穿帮 所以又有裸戏又有吻戏 影婚男女真的非常有看点 所以这是你最挑战的地方 因为要有裸戏 我基本上应该是瘦了15磅 真的哦 为戏牺牲 是 原本我是一个很开心的小胖子 看到这个调度的时候 觉得好 那我就不吃了 而且还有别人把它抬起来的戏 所以你看 所以你的2020年新年戏 希望就是给增15磅回来 你的新年戏忘得不错 演完戏就胖回来 是不是 那杨阳你呢 你最挑战 你刚刚说你对于影婚男女这部戏来说 最挑战是吻戏吗 应该不是吧 大风大浪见多了 对 就是除了吻戏之外 我觉得这个戏对我最难的就是 这是一个我真正意义上的就是说 在舞台上要跟对手有一个非常有默契的一个交流的戏 因为我觉得之前我们演很多戏可能单打就够了 对 但是这个戏真的需要我跟我的老公有一个很默契的一个配合 就是等于这次其实是一个双打的一个工作 所以但凡我不给他力或者是他不给我力 所以我们这个双打就是没有办法完成 所以这次其实不只是一个人在战斗 就是说这次最难的对我来讲 我要我们要一直在私底下去磨合 就是我们一定要把双打打得很漂亮 对 所以我就说嘛 这部戏呢除了裸戏吻戏 跟两个对手戏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默契的搭配 演员之间的对台的台词 甚至是手的动作 走的位置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 君明有没有什么要提醒我们 接下来综合男的所有的观众 2020年的新年吸星旺应该是什么呢 一定要来看我们演出爆笑喜剧《影婚男女》 那延安可以给我们讲一下时间跟地点吧 我们的大戏呢是每一年的第一个礼拜六礼拜天 那今年呢就是1月4号跟1月5号 那我们每天呢都是上演两场 就是下午三点一场 晚上六点半一场 那我们还是在我们的老地方 就是Bowen Park Performing Art Center 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订票来看 对 共襄盛举哦 今天非常谢谢羊羊 非常谢谢我们的Jimmy 来到天下纵横台 你想要看裸戏吗 你想要看羊羊所演的吻戏吗 你想要看对手的内心戏 甚至台词爆炸的那一分那一秒吗 千万不要忘了把1月4号5号空出来 一起去观赏 先要买票才能去观赏 一起去买票 然后观赏《影婚男女》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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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